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华生活方式医学会的现任主委马新 从美国休斯顿给大家问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华生活方式医学会 祝贺本次大会的胜利举办 特别感谢非要儿育团队和中华生活方式医学会的各位同仁 为本次胜会的成功举办所做出的努力 特别感谢各位主讲嘉宾 也感谢各位在线的听众朋友们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促进健康中国的早日实现 做出英勇的贡献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新梗中风 在上一个月 我从网上看到 在国内有一位29岁的知名的抖音直播 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而猝死 在我们感叹这个年轻的生命逝去的时候 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深思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如此青春年华的时光 为了在抖音上获取一些所谓的流量 而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那么我们医务工作者 有没有责任 应该下一步做哪些的工作 来帮助我们的民众 进一步走向健康 当前的挑战 目前咱们普通人如果去医院看病的话 在急诊室都会看到胸痛中心 目前在全国认证的各项专业的急诊的胸痛中心 超过了1000家 除此之外呢 还有脑促中中心 已经超过了600家 成为我们急诊医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们中国的心梗和中风 成为发病率和死亡率 最重要的两种疾病 从2007年到2017年 那中风呢 增长了将近30% 心梗啊 增长超过40% 如果再把这个时间窗口啊 再扩大了 从我们改革开放的早期 到现在的话 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翻了一番以上 与此同时呢 我们中国的男性的中生的中风风险是全球最高啊 超过41% 那女性的中风风险呢 也在第一团队当中超过30% 因此我们中国是中风的高风险人群 中风和心梗 占据了我们中国死亡人数的一半 成为最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影响全民健康的主要的问题 尤其知道我们重视的是中青年当中的心梗和中风啊 发病激增 5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生中风啊 占了中风人口的 占了心梗人口的25% 占了中风人口的5% 这个发病率以及占比啊是相当的高 那么当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心梗和中风的发病率突飞猛进 那我在美国啊 也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中心工作了20年啊 在这里呢 每天啊都有大量的啊 心脏的手术在举办啊 呃 一年的心脏手术量呢 超过了1.3万台啊 全球呢 一年有啊 1000万的病人到这儿来啊 去就医啊 其中呢 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心脏外科啊 专家Michael Debecky教授 他活到了100岁 2008年去世的 他是大桥手术 人工心脏和大血管外科手术的啊 创立者发明者和先驱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德克萨斯心脏中心啊 这里有全世界知名的啊 心脏外科教授 Danton Cooley教授 那么他的学生呢 Dr. Fraser呢 一个人啊 就创造了 移植了1000多例心脏的世界记录 这么多的心血管技术的不断诞生 但是呢 美国仍然是全球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国 每年呢 将近100万的心梗患者 还有80万人呢 因为心梗啊 而住院 那死亡的话呢 心梗呢 是14万人 啊 心梗是37万人啊 中风呢 是14万人 那么超过8%的美国成年人口啊 罹患有冠心病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2017年的11月13号 美国心脏协会在加州举办年度会议 在年会上大会主席年仅52岁的 John Warner教授因为心梗而倒在了会场 心脏停调了16分钟 好在当时有很多的心脏专家给他复苏成功 挽回一条生命 他自己也讲 我平时啊也很注重饮食也很注重运动 但是为什么我还罹患了心梗呢 一个致命的心脏科医生居然自己发生了心梗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么到底谁是我们全民健康的守门人 目前的医疗体系已经不能够承担全民健康的守门人的这种责任 我们整个医疗体系属于舍本求没的状态 都在忙着擦地板 没有人去关水龙头 心脏血管疾病的高发以及高死亡率 它的原因何在 动脉硬化是导致心脏血管疾病中风性梗的主要原因 它分两大类 一呢 就是不可变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么性梗中风发病率会增加 那么性别也是个主要原因 还有遗传因素 这些呢是不可变的因素 还有一部分呢是可变因素 包括我们的高血脂高血压 糖尿病 吸烟 还有一些呢是生活方式方面的 缺乏运动压力过大肥胖 还有一些呢用药以及炎症的问题 这些可变因素呢也都对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病因学的意义 那么综合而言的话 整个后天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所导致的病因呢占了主要的部分 超过60%心脑血压疾病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不健康而导致的 到底哪些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心脑血压病有关呢 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良的营养结构 第二个方面缺乏运动 缺乏有效的运动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压力过大 第四个方面呢 睡眠不足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烟酒啊 吸烟喝酒 第六个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不良 导致了心脑血管病的高发 到底我们当前的解决方案何在 经过全球化的研究啊 心脑血管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预防 而且预防呢 并不是到50岁以后才开始预防 而是从5岁就要开始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 是从幼年时候开始的 那么早在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人就做过研究 发现200多具平均年龄22岁的美军士兵啊 经过尸体解剖就会发现 他们有77%的人已经发生了心血管硬化问题 而同年龄的韩国士兵啊 却没有这种现象啊 就提示那么生活方式 尤其是饮食结构 与动脑硬化 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呢 动脑硬化性疾病 不是一个老年病 而是个从年轻去需要关注和预防的一个疾病 第二方面 动脑硬化发生了 可不可以逆转呢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那么在休斯顿的啊 著名的心脏科医生 迈克德贝克和他的学生啊 丁安利是教授 就一起啊 做过这样的研究 他们发现有冠心病的患者 如果进行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治疗的话 他们的心脏的灌注情况都会明显的好转 关心病症状可以很快的消失 最快的话 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啊 心脚痛就可以减弱或者是消失 因此呢 提示呢 动脑硬化性疾病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改良 得到逆转 那么过去40年呢 有大量的医学专家 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啊 生活方式医学对心脑羞尔病疾病的预防和逆转的功效 综合研究来说呢 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 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啊 它是可以通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啊 心血管可以到的有效的预防和有效的软化啊 避免心梗和中风 那么临床上就会发现 有个非常明显的动脑硬化 经过两年的时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话 这个动脑的硬化和狭窄 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逆转 那么克林顿总统呢 就是这方面的受益者 他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冠心病啊 心肌梗塞啊 心脚痛 经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啊 那么他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 现在呢身体状况非常良好 那么美国医保呢 已经把啊 迪安利斯教授开发的心脑血管病的逆转康复计划 纳入到医保的覆盖范围之内啊 足以可见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已经是一个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得到公认的啊 一个治疗方案 那么学科发展方面呢 2004年啊 美国率先成立了生活方式医学会 在学科发展方面呢 进行了仅仅20年的探索 2018年呢 这个学会呢 正式的啊 把生活方式医学啊 发展成为美国五大新型医学专科 2017年呢 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率先啊 举办了全球第一个生活方式医学的专科认证 那我是在2018年通过了这个认证考试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对各类慢性疾病的综合的疗效如何呢 那么大量的全球化的研究已经证明 改良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话 糖尿病的风险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以降低93% 心脏病尤其是心梗的风险可以降低81% 中风的风险可以降低50% 那么癌症的风险可以降低36% 那还有呢 阿尔兹海默老年持代的风险呢 可以降低60%以上 2020年3月份 我们国家的八个权威学术机构共同刊发了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 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指南 这是我们继2016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后的行业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 发表的中国循环杂志上预示着我们中华大地上生活方式医学的学科的落地和发展 那我在2020年8月份应邀刊发了生活方式医学的中文 第一篇中文综述 全面的介绍了生活方式医学的发展和目前的现状 那么2020年的9月份 北京府外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也率先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 标志着生活方式医学已经进入我们主流的医疗机构 为患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2020年10月19号 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 也刊发了中国首部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指南 详细的权威的介绍了 生活方式改良是一级预防指南当中的一线预防手段 2018年 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生活方式医学专家 共同在香港成立了中华生活方式医学会 为促进生活方式医学在中华大地的落地 起到了一个桥头堡的作用 这是我们在中国开始举办学术会议 学术推广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受众有数十万人 那么在临床工作当中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首先这位患者是一位48岁的女性患者 是一位企业家 她在2018年的时候 她当时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咨询我 说她有胃舌长溃疡的问题 胃炎的问题 已经好多年了 一直不好 那么我了解了她的具体情况之后 我发现她还有左侧 肩背部疼痛 左侧下肢 行走疼痛的一些症状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有颈椎病 有腰椎病 那么基于她的工作性质 我建议她做一个深入的血管的检查 发现她有弥漫性的动脉硬化 不光有颈动脉的斑块 还有冠心病 她的左侧的肩背部疼痛 实际上是个心脚痛 而且还有行走之后 所导致的间歇性波形 实际上是左侧卡种动脉的 严重的狭窄所导致的 那么当时医院要给她进行 支架治疗 这个患者咨询我 说可不可以不放支架 我说那我们试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有效的话 就可以避免放支架 结果强化双方的干预治疗 一个月之后 这个患者的左侧肩背部的心脚痛 完全消失 到现在随方两年多 没有再发生过 三个月之后 她的左侧下肢的行走后的 间歇性波形 也明显的改善 腿部的疼痛 非常明显的改善 半年之后 快走慢跑 都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那一年之后 这个采超发现 颈动脉斑块 明显的改善 两年之后复查 左侧的恰增动脉的狭窄 已经减少了50%以上 不需要再放支架了 所以这个患者 就给我们提示 有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 在普通的体检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被忽视 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 如果你有高强度 高压力的工作的话 一定要关注自己 心血管健康 同时即使发生了 也不要过分的担心 生活方式 医学的治疗 是一线治疗手段 这位呢 是一位60岁的企业家 男性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在过去 将近10年的时间 2011年到2017年 曾经分别放过 三个冠状动脉的支架 来应对他的 弥漫性的动脉硬化冠心病 但是到了2019年的2月份 他再次发生了心脚痛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支架并不是预防 冠心病 法病的主要的方法 他仅仅是改变症状 所以不对病因进行治疗的话 冠心病会持续发展 因此呢 他的医生就推荐给我 那我看了之后呢 决定给他进行全人健康的 生活方式医学的强化干预治疗 一个月之后 他的心脚痛就消失了 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已经没有再明显的发生过 心脚痛的情况 每天迷运动的零一个小时 很多的朋友见到他说 比以前年轻的 至少5岁到10岁以上 精力充沛 那么当年呢 进行心儿复查的时候呢 就决定不需要再放第四个指甲了 这个患者目前随防两年的时间 状况非常的良好 所以说希望大家知道 放了指甲 并不是医疗永逸 指甲仅仅是对病症 而不是对病因的治疗 只有生活方式改良 才是对病因的治疗 第三个分享呢 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生活方式疾病啊 包括肿瘤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一系列慢性疾病 他们都统称为生活方式病 当我给患者进行肿瘤的 康复治疗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冠心病 糖尿病和高血压都得到明显的好转 大量的服药被减少 身体的状况呢 并明显的提升 这说明生活方式疾病 需要从生活方式角度入手 才能根本性一网打尽 否则的话呢 我们仅仅是舍本求没 他们都是不同的疾病 实际上在病因学来说 都是一种疾病 生活方式病 生活方式的改良 是一线的治疗和逆转手段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我们所认为的生活习惯吗 生活方式的定义呢 是基于人的信念和价值体系的 一整套行为方式 这里面信念和价值观 才是生活方式的关键 因此呢 在生活方理学治疗上 我们不单纯是教给患者 如何的吃 如何的运动 如何睡眠 如何的减轻压力 更重要的是改良患者的信念和价值观 只有信念和价值观改良之后 生活方式医学的治疗 才能达到成功 达到持续 达到终身的健康促进 生活方式医学的原则和特色 首先生活方式医学不是养生玄学 它是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 在寻证医学的基础上 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的理论和时间体系 具有确信的疗效 这点呢 希望大家注意 很多人认为生活方式医学是养生玄学 实际上是错误的 我去过很多的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养生会所 发现呢 这里面呢 都缺乏有寻整医学的依据 大多是存在于养生玄学的这么一种阶段 并没有确信的疗效 第二方面呢 生活方式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区别是 它是对病因的治疗 所以同样是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对内菲米克医生来说 可能就是一种病 但对于生活方式医学专家来说 就是不同的疾病 因为他的病因不一样 有的人是由于肥胖 缺乏运动导致 有的人属于焦虑失眠等导致的 有的人呢 是由于人际关系紧张 所导致的慢性持续性压力 所引起的这些疾病 所以在病因学上不一样 第三个方面呢 生活方式医学是对患者身心灵 三个层次的全人健康保健治疗手段 而不是单纯机体的治疗 所以我在给患者治疗的时候 我要有机体的运动处方 饮食处方等等 还有心理处方 还有心灵方面的处方 这样是一个全人健康的概念 第三个方面呢 它是个体化的保健手段 一对一的 它是一个价值医疗体系 用最少的投入和成本 取得最大的健康收益 最后一个呢 它是个类慢性疾病的一线治疗手段 那么就这几个原则呢 给大家进行一下分享 任何群整理学体系啊 它都要具备有三个特点 基本的原则 第一安全性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首先要保证患者的安全 第二方面 要有有效性 它不是养生血缘血 它又一定有可测量的 可监督出来的 可监测出来的疗效 第三个方面 它是一个终身的 可以持续的一种生活方式改良 一种疗效 而不是短暂性的 所以说我有很多患者 在某些角度上进行了一些减重治疗等等 但是不能持续 这就不算是寻症医学的体系 这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治疗 而不是一个持续的终身的健康 所以说安全性 有效性 持续性 是生活方式医学 作为寻症医学体系的第一原则 第二个 它是对病因的治疗 我们知道现在有临床医学 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 内科医生 外科医生 他们是临床医学 马教授原来也是临床医生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活方式医学 它也属于寻症医学体系 所以临床医学 属于寻症医学体系 有确信疗效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体系 也属于 寻症医学体系 它是对病因的治疗 一个是对病症 一个是更多的倾向于病因 那么中间的还有一些 所谓功能医学 整合医学 目前还没有真正成为寻症医学体系 这是为什么 各国的医保 都没有覆盖这些 很多朋友过来讲 目目目 美国大医院有功能医学 是的 有这样 因为处于市场的需求 它有这样的一个科室 但是 它如果没有进入医保覆盖的话 它就说明在寻症的基础上 还存在着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擦脸眼睛 知道什么是真正有疗效的 有科学的体系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真别点 对病因治疗 是生活方式医学做的 对病症的治疗 是临床医学为主的 一个体系来做 一个对病症 对病因 都属于寻症医学体系 但是中间的整合医学和功能医学 没有进入医生医学和医保的覆盖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的 除了临床医学为基础之外 它有六大学科支撑 第一 它是有营养科学 第二 运动生理学 第三 睡眠科学 第四 心理与行为科学 第五 人际关系学 第六 还有戒烟 陷酒 这个治疗体系 第三个原则 生活方式医学 关注全人健康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 整个人的基体 是由机体治疗的需求 心理的需求 还有心灵的需求 在上个世纪 30年代 40年代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来 人的健康 不单纯是机体和心理 还有社会适应 这是一个全人健康的概念 所以说 在机体方面治疗 生活方式医学的 营养科学 运动生理学 睡眠科学 还有戒烟献酒 主要关注机体的健康 那么心理与行为科学 主要关注心理健康 包括压力控制 第三个层次 就是社会人际关系学 主要关注人的心灵的需求 因此 我们所谓的 有时是治愈 时常是环节 总是安慰 就是针对于三个层次的人的需求 所提出来的服务 第四个原则 生活方式医学是个体化的治疗 它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促进 所以我和患者诊疗的时候 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了解这个患者慢病的起因 对他的遗传因素 原生家庭 自己的后天的生活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人际关系等等 进行详细的探索 找出病因来 帮助患者 找来时的路 一起回归健康 这是生活方式医学专家做的 所以个体化 一对一的治疗 才是对病因的治疗 第五个方面 生活方式医学是综合诊疗的一部分 它不排斥服药 也不排斥开刀 它是整个现代医学当中的一部分 而且它承担着一级防线的作用 一线治疗手段和预防手段的作用 因此它是整个综合诊疗的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它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面 它是个科学体系 不是玄学体系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的诊疗流程 怎么来实现呢 我把它分为三段论 第一方面 要和患者进行深入的认知改良 尤其是对病因的认知进行详细的 对健康的认知 要进行以寻证医学为基础的病因认知和健康认知 第二部分要开具生活方式医学处方 对患者存在的生活方式医学的问题 进行一对一的改良方案 行为改变 第三个方面 它是个持续的健康维护 要对患者进行终身的健康维护的支持 从而达到全面健康和健康促进的效果 那么认知行为治疗是积极行为改变的要素 那么我再给患者进行一个小时的详细的认知行为治疗和面诊的时候 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对个体化的病因的探索与解读 每个患者都有不同的病因 我和患者的一起要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 第二方面通过对病因的分析获得患者的信任 只有患者觉得你讲的对的时候 他才会相信你认同你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的医患互信关系 第三方面我们要共同携手设计共同的目标 这里面也会用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些技巧 让患者重新打起精神来认知改变 认为自己的疾病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 得到有效的改善或者是治愈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多学科团队的配合 这里面有营养学科的专家 运动生理学的专家 还有家庭成员共同一起帮助患者来走出病痛 回归健康 因此整个的认知行为治疗当中 那么信念的改良和价值体系的重建 是帮助患者重回健康的核心的核心 那么生活方向医学处方 是针对生活方向医学医的六大支撑学科 进行一对一的处方的治疗 这里面一定要把患者的病因找到 然后针对病因开具处方 这个处方的依据是循证医学的依据 针对病因 而且一定给患者解释清楚 绝对不能留死角 让患者完全理解才行 那么一个小时的这种诊疗之后 后续的工作就是处方的落实 这里面就牵扯到激励性随访 随时的修正处方 与时俱进 认可患者的疗效 哪怕是一点点进步 都要给他极大的认可 坚定信念 巩固成果 步步为营 从而实现终生的行为改变 让患者能够乐此不疲 满血复活 作为一个新的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感 这是我们激励性随访 帮助患者达到疗效的 非常关键的一点 最后呢 又给患者设立一个 全新的自我认知 这里边是非常核心的核心 因为患者 经过生活方式医学治疗之后 他将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称之为杨帆健康计划 他建一个新的 崭新的人生帆船 这个人生帆船的图纸 就是健康生活方式 第二 他是船长的主人 而不是其他人 所以自己做自己健康 第一自然人 第三个方面 新的航向 我们以追求身心灵健康 为人生的目标 而不再是其他的方向 心动力 我们不是靠吃更多的药物 来维持健康 而是靠身体的自愈能力 回归健康 我们靠海风来前进 不是靠加油来前进 因此自然的自愈力 是帮助我们回归健康的 最核心 最长远的力量 因此 杨帆健康计划 是我给大家提出来的 要做一个新造的人 全新的自我认知 是治疗和回归健康的核心的方向 那么我们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呢 一个是慢病的逆转 所谓逆转就是在没有药物的参与治疗的情况下 各项化验指标和症状体征恢复到正常的范围 这叫逆转 那么相当一部分患者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逆转 第二部分叫做慢病的控制 在综合治疗下 包括吃药的情况下 包括生活方式改良的情况下 各项指标控制在安全和可接受的范围 这叫做慢病的控制 因此生活方式医学要达到这两个标准才是真正的有效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和传统临床医学的差异 总结一下 传统医学是以病为中心 是以医生为主 患者是被动的接受治疗 重点是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以药物和手术为主要手段 疗程一般比较短 以各学科的医生为主体 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疾病的控制 那么生活方式医学是以生活方式的病因为中心 以患者为主 践行疾病的预防和逆转 它的重点是教育和激励患者提高医从性改良不良的生活方式 以生活方式改良为重大的改变手段和治疗手段 它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治疗 它是以医生护士 一样是运动生理时心理医生和患者 以家属共同努力来达到疗效 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疾病的预防 逆转和康复 最后我们来解读一下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那为什么国家提出来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而不是医院医生 医药公司和卫生部门 我们把人的医生分成三个阶段 从健康到疾病到死亡 那么由健康到疾病这个过程 我称之为前门 这个前门的开门人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是每个人自己 那么后门从疾病到死亡这个后门 这个开门人是医生 因此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面 不要指望医院和医生来承担你健康的第一开门人 前门的开门人 这是国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和观念 希望大家牢牢的记住 健康在每个人手里面 不是得了病之后找医生 那是走后门了 那是很危险的 那么我作为中华生活方向医学会的 创始会长和我的同道一起 我们在通过自媒体平台给大家进行科普 参与到健康中国的这种运动当中去 在过去一年通过抖音头条等这些平台 马兴教授头条号已经超过了1.2亿的点击量 抖音号 那么粉丝超过了45万 这其中的80%的粉丝都是在 40岁以下的年轻人 年轻人为主 主要分布的区域呢 就是咱们经济发达的地区 北上广啊 山东江苏 广东等这些地方 那么这些人在进行和粉丝互动的时候 我感受到他们迫切的 对健康知识的渴求 这是在去年下半年 我在分享一个咱们国家做的有关鸡蛋与糖尿病发病的一篇英文文章的时候啊 居然意识极其千层浪啊 一个视频收获了1200万的浏览量点击量啊 有很多人赞同 也有很多人呢 啊 攻击 那其中攻击我比较多的 让我打出啊 索料 都是一些医院的一些网红医生 还有一部分呢 是健身机构的一些健身教练 他们在鼓励患者多吃鸡蛋 使劲吃鸡蛋 长肌肉 实际上呢 我们国家已经从啊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研究啊 已经给出了答案 鸡蛋是不能多吃的 吃到了这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啊 就是没有科普居然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健康从业者 居然是健康中国发展的最大的阻力啊 让人确实汗颜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自己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时候 一定要把真正的健康知识传播出去 这是最近我有一位粉丝患者 他刚刚进行了慢病的治疗 他把他的信息啊 反馈 传播给他的家人亲人 结果他亲人呢 就拍了一张照片 是他们小区当中的一个广告牌 一个宣传牌 底下写着 哪些人不适合吃五股杂粮 这里边有很多啊 包括糖尿病啊 患者是癌症啊 还有痛风的患者 贫血的 实际上呢 这些科普呢 完全和我们的啊 国家推动的 这个健康中国是背道而驰的啊 完全是错误的科普啊 我们最近国家做的全民的这个营养健康的推荐当中啊粗粮代替精密精面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啊是我们三大隐食引起的健康威胁的主要的问题之一啊第一是用盐过多吃盐过多中国人第二是精密精面吃的太多啊粗粮不够第三个水果不够这足以看出来全民健康这项事业任重而道远啊健康科普啊破 在眉睫 我创立了全民健康计划和我的同事一起啊在临床科研教学方面呢为全球的咱们啊华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啊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从一角眼角度啊有一些啊问题可以我们交流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啊和我沟通联系 也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啊共同促进全民健康的早日实现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携手迎接一个新的医学时代的到来啊生活方式医学 最后 再次感谢大家参与这次盛会我们本年度还有一次更好的盛会啊生活方式医学与肿瘤的预防 希望各位朋友关注也希望朋友转发这些信息给你心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携手来共同建立健康中国啊实现这个目标啊 让我们每个人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次人好了再次感谢大家预祝会议大会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预祝